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歌们就是过来 刷了问我自己干嘛 bro bro I can come with me bro I can come with me 上下心里 问他 我也是在心里 问他 屈指我的 Acy boy 减分 美女 Fature rap 四脉股 GG 张音酷 All in all fall 到Snowing fan bro Just come with me 黑派之类 I'm Pitching body by the generation R4的Z 我跟着脏部位 所有的主角都能为 原来是也比较过一 谁都没时间浪费 Twitching body by the generation I'm Pitching body by the generation R4的Z I want my town boy 所有的主角都能为 用的时间不要过 谁都没时间浪费 Twitching body by the generation DDR generation 实际上的Kappa Kappa约了我要一起做的 我就给他留个位置在旁边 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Kappa 嗯 嗯 Let's go 你们好 我是张晏卓 Let's go Bow 请说出一个说唱圈的秘密 呃 其实我跟谢锐涛是姐妹 行吗 请认真作答 谢锐涛经常喝酒喝到早上九点 请认真作答 不是 这还不算秘密吗 什么才是秘密 大哥 对我好点 行吗 不容易 年龄挺小的 哦 又来了一个 出来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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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最小的吗 哎呀 可以了 让他们哎 不好意思欺负我 哈哈 何必行此大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赶紧我们去衬一个咖 我已经定在哪里了 哪 这这这这这 好好好 你这做这 咱俩就是新年的表情波大使 好吗 reaction 选手劲 为什么来参加中国说唱 巅峰对决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知道吗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恭喜凯普获得爱奇艺自治 二零二一 幽酸乳 赵年说唱企划第一名 这就是 rap off channel 冠军 就是必须要 怎么那么皮 T仔你有没有小肚小肚一点点吗 咖喱现在是否没有了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没有小肚小肚 小肚小肚没有 我有别的 给我摸摸来 你吸了 我刚刚你的衣服下去了一点 我看见了 没有 我有小肚小肚 你是大肚大肚吧 我小肚啊 但是他体重跟我一样 身材多少重 140 你140 对 我有140 我那么高我都才140 哦 那你是瘦呀 你说你梦我都这样了都 那咱俩比一下 我也有了 我走远了 我也有了 咱俩差不多 我们是西安人的归宿 西安人的归宿 你敢在西安待一两个月 直接那个碳水 给你顶得满满 而且主要很好吃 你每顿都想吃 我胖了十斤 拿底完全 谢谢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看到了中国说唱的联盟发展历程 你去问白克特老师呀 你问我干啥呀 你让专家就讲一下 就是你看 好 用一下我这个片段 然后切到 他没有 太好了 太好了 绝对好了 无所谓吧 不重要 王鼠 你又缺吧你 你也有知你 这里是一个HIPHOP王国 王国是一个动物王国 那你是一个什么动物 我小白猪呀 我小白猪呀 你演出穿这个吗 不穿这个 穿这个呀 今天不都穿的演出服吗 我没有 我那个你出穿毛衣 我也出穿也不是这个 你们好心机呀 咱俩一会儿就做招了 狗哥进来 不是 咱站起来说 哎 已经暖热了 已经 该擦锅擦了 坐 感觉我们去趁一个卡 张晏卓 乖得很 干啥 说你乖 真说你乖 说你特别皮 肯定是一个特别皮的孩子 哎你在家里面皮不皮 我在家 我没有家 我在家 我没有家 我没有家 我都二年没回去了 你在家跟你爸妈顶不顶嘴 不顶 真的吗 零年后这么乖吗 他们老跟我顶嘴 哈哈哈哈 你看 你是双子座 是啊 挺典型的吧 我感觉还是能看出来啊 坐坐坐坐一会儿 看你能不能冷静的坐五分钟 你们刚才在聊什么 因为我孩子是双子座 我想了解双子座 没事你问问我 你就直接给我发消息 我太典型了 我从小典型到大 庄子有一点就是他 这个人不太会怎么改变 而且他耐错了一下 外向的孤独患者 对这个太重要了 这句歌词我听一次哭词 我也是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词 就是外向的孤独患者 又何不可 要说太承认了 他现在对我说的 最多的一个字是什么 是不 你让他喝奶 他都不 你等他上 从小学开始吧 你看他在班里表现 你就能大概分析出 他这个走势 你能不能在 你能不能在 会在桥鞋店前排队 热烈盈眶 我的青春那种感觉 你就在这个位置唱这种歌 对啊 啊 我跟我 啊 你青春还没过完呢 你青春期呢 你还在长洞呢 杨和苏真可怕啊 你看咱当着他在上海疯狂套咱俩的话 自己一点都不说 就是 那天我还把都放给他听 我只会说 哎那换一下您的 哎 他不忘了 哈哈哈哈 阿正咱们这样啊 太坏了 我不知道什么杨和苏 我自己叫杨和猪 太坏了 最优质的食材 不快到 吃 咱们去挑衅他吗 挑衅他吗 挑衅他吗 你这 这种激动没用的 真打起来没什么用 我就这么说 懂吗 我说你 你挡着自己的啊 你家伙有事吗 大家都好像都瘦了 我没有 咖喱受的好明显 咖喱吃太瘦了 而且他发量还多了 我跟家伙似看的好 我说你发量还多了 听到了是吗 那我现在对发量这两个字很明显 哈哈哈哈 你说实话你有没有假发片 黄的声音 啊 黑的我们不需要啊 黑的太夸张了 那可以的 下次咱们也涨一下 爱不你也不用 我不用做这个 我们几个的发量都没问题 但是不一起 不一起发量一直是 我觉得他发量他看不出来 他炸了 不是他之前变变子 能变那么多个的话 代表他发量真的很 是是这个 发量多 你最多 你多你多多刘充吗 开把多 开门最多 哦对 还不就是 发量之王 发季线之王 梁直伴 哦 你看 你像那种假包片都掉了的人 嘿嘿 哎呀 老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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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我他动手了 我就收拾一下啊 别乱说话 老乡怎么说话的 下次头发剃一半的跟你说 好说别脱衣服 看你大哥面子上啊 哎哎哎 好 错了错了 我们玩了那个啊对对对挑战 我们现在玩一局吧 好我先说好 是不是觉得自己挺帅的啊对对对 你是不是觉得咖喱比你帅的多啊对对对 你是不是觉得说狗哥的东西没你心里觉得说很难 我说我跟他合作啊对对对 太坏了 算了咱不跟他玩了 这人太腹黑了 这人 狗哥和caper 其实大家应该都猜到他们得到票数非常的少 一票 他虽然年纪小 可是不代表不叫肉 代勾真的太大了 不能想象他们一起共同做歌手的样子 那我们说一下我们这个联盟有没有什么杀手锏啊 我觉得是这样 来大哥请坐 不不不 真的真的 你别着急 我觉得我们的优势在于啊 就是狗哥其实呢来到这个节目 突然变成选手的身份呢 我觉得这是一种 哎 降维打击 我这个 身份也比较尴尬 就是我本来想我会不会很吃饿啊什么 但我后来觉得我这个属于就是个月级碰瓷 所以我们就是降维打击加月级碰瓷呢 一个最老 我括号没有什么意思 一个最小 括号我年轻我真好 所以我觉得哎还不错 对我觉得其实 我们两个挺互补 就是我什么都不想管 舞台给我 麦克风给我上去干就对了 可是Cable不是 Cable他虽然年纪小 可是他其实很细心 他什么都想管 你知道他管到就是连我表演要穿什么衣服 他都要来跟我 就是刚好就是一老一少 然后一个就是不想管 一个什么都想管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加成的效果是特别好 所以你有督促他不要滑水不要摆烂 我一直在说呀 然后狗狗就哎好 就我觉得我可以输 因为我本来就越急碰瓷 我输了我就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我觉得不能是因为让我 因为我让你 你说你明白吗 不会不会 你可以没有压力 但是我 我很有压力 没有没有 我跟你讲 你真的要讲压力 我压力绝对比更大 我之前是导师 我这次来比 如果我更失误 所以这里面有我一半的责任 不会不会 我们不会输 不要再去想这个 那我们想想完了 歌也做完了 我们对这首作品满意吗 能明白 就是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我今天看下来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舞台上 我们都是属于那种现场 你自己歌词就想要赛场型 哥们赛场型 对不对 就舞台那种动作设计 然后因为这首歌它其实 变化很多 它非常有层次 并不是一个很单调的一个节奏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会让一起去淘汰的狗哥 周延同学 公方同学 自己的预算是多少 零 并不是零 票数是 一 狗哥 camp 不懂事 camp 不懂事啊 容我说一句啊 大格局的人不会在意你们这种 就是小朋友的小事情 所以我就是投别人 我也不合适 我就觉得 你俩格局的 我就是投一下 开哥的眼神都变了 我真的就是这样想的 我真是这样想的 大格局的人不会在意小朋友的小事情 不是 不是 可以 没没 真真不 没事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大格局的人不会在意小朋友的小事情 好 盛宇 那外 觉得上一轮有多少人觉得你们弱 至少 二十 而且全是因为我 不至于 不至于 没这么惨了 没这么惨 没这么 在上一轮 六票 想不想知道谁投给了你 想的 想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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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一票 这个一票 顶五票吧 我都是投自己人啊 其实我没有什么 我觉得可以啊 碰一碰啊 对对对 可以碰一碰啊 对对对 他他玩呢 他 他就他随便摁的 他他都是 就是在尽心 尽力的 里面的他 我一叶 你咋的门 你干嘛 你怎么不开心 我没有 我不开心 我就是昨天睡太晚了 大鸟一样的 你什么忙吗 你才大鸟 我羽毛掉好多了 别救我 完了 我命中了 我睡眠 我风扇没电了 风扇没电了 继续吧 谁要上台 这这这这 憋不住了 车导 凯门跟早安吧 冠军PK 凯门和早安 早安 我觉得很合适 狗哥 你不是选我吗 狗哥 我想问一下 调皮 你觉得我 有没有资格代表 我们节目出战 我觉得 KEPER平时在怎么皮 他好歹也是去年的冠军 好歹 他绝对有资格 代表苏战 好 来吧 两个冠军 PK 双冠 我建议你们热一点 好不好 来 开门 我们都比较年轻 可爱 我在心说唱 你在听我的 我们简单的切磋一下 我其实本来是想来 跟各位前辈切磋一下的 如果你想跟前辈们讨教一下 你要先把我干掉 上状态了 上状态了 可以 有有意思 有有意思 那我想早点见到前辈们 好吧 那就欢迎我们年轻人里面的佼佼者 KEPER是去年的少年新所唱企划的冠军 导安其实曾经来过我们节目 他实力非常坚强 这也是双冠军之三 大众评分 导安跟KEPER很相近 技术很相近 不是三点多了是不是 对 其实整体上KEPER占优一些 KEPER的优好干的 我跟你讲 觉得我第一轮就是主动去出击 这就是Rev of China 这是一个冠军的代表中的冠军 代表的比赛 反应到说连火药一局 就想对决加一些色彩 哇 又是一轮冠军之争 他们分别是2021少年说唱企划的年度总冠军 KEPER 以及2021说唱听我的年度总冠军 早安 好 二位 作为两个节目的年度总冠军 你们站在这个PK台上 有什么话想对对方说 早安 小心不要被当成早餐 我会刺激你的杠官 然后跟你说晚安 这也是我第一次自己来新说唱 我也想来看看新说唱的韩金亮 KEPER 你最好要一个KEPER 你 我也想 你不能闹KEPER 韩金亮 你温暴到底 温暴到底 今年还挺人性化的 还知道给他颠覆站 就是这上面这字有点傻 看见这八字头大 为什么看八字头大 颠覆队 我跟颠覆有啥关系 我多占点封颠 谁 就是细节包括我刚才提到什么什么叫弃身 那些东西你给我之后 我单独找那几个再提一提 但是至少backup跟其他的比例 我们先定下来 然后副歌我想电一下 你现在文件有吗 里面好像我记得有一些人生的 就是你想副 整体副歌你都想电大声一点 我觉得现在就是有点滑 好副歌我再帮你提一提 然后切实那个 就是在本来我在我的那个 M5做了一个小 我们来揭秘一下 后台 我一直对后台这种地方上很感兴趣 因为我觉得会有一些私密 走过了 不好意思 没来过后台 因为我没有什么后台 你们好 我就进去了 先出去 这人怎么这么多太驱出了 你们好 哈喽哈喽 哈喽 我冷汗直接留下 制片的爸爸妈妈们你们好 我来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虽然我现在有一点点局促 但是我是作为这个 咱们这个节目组的特邀选手呢 来视察一下大家的工作 虽然我也没什么资格 因为我们是同事 文明榜是什么东西 谁上榜的 就更文明一点 行 我觉得我们这个林怡君女士表现得非常的好 还要顾YY和猪猪 好好好 那行吧我先不打扰各位工作了 我要走了 再见 再见啊再见 再见再见 回去路上简单给你聊一下 这次出舞台 是为什么选择这首歌 这首歌呢就是它叫晚安free style 我来到这个节目之前呢就是有感人话在家写的一段free style 表示了我来参加这个节目的一些心理的活动啊 然后和自身的状态 对我觉得对比这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即将发行的新EP Where is my next trip 会在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日子对我来说 当时创作出舞台跳格的情境是什么 就是因为它叫晚安嘛 我当时在看一个惊悚电影 对这个惊悚电影叫招魂 然后就是觉得它里面有一些音色配契 音效素材什么的我觉得很合适 然后就是用了一些这样的内容 然后用这个主题就是写了一段free style 对大概是这样 又要给爱奇艺打工了 又要大学生过来干兼职了 对这真的是我的真实想法 我自己的成长就是我觉得我变得 就是更儒雅随和了一些 我觉得我的包容性变得更强了一些 就是心态也好了一些 因为很多事情你发现它是不可逆转的 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你还是最后要去接触它 不管以什么样的心情 所以我认为现在就是还不如索性 配合一下吧 不是因为那个韵脚首先它就是撞了吗 那个ram它撞了 然后再加上就是确实比较符合这个 这个歌词的主体氛围 另外一个呢就是 就是我这样就是在一首歌里边 cube我另外一首歌 歌词的这样行为其实挺多的 这也是我的一种就是摆烂方式 其实呢就是我的个人特点谢谢 我是个什么样的男本 我是个野蛮生长非常潦草的男本 就是我这个人 就是可能我现在就是包容性比较强吧 所以就是还是愿意接受很多新鲜事物 然后我们都也就是以这个怎么说呢 亚苏共赏啊 作为这个核心思想 所以说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 标签也好呀 色彩也好呀 故事经历啊什么的 我现在就是慢慢都可以接受吧 我觉得就是我注定可能是一个 比较复杂比较多元的一个人生轨迹吧 其实就是在今年我想做点更多的艺术行为 包括且不限于我们的周边和阶级的 一些主线产品玩具文具乃至家具 然后甚至一些社会活动 我觉得想做点更立体一点的有趣的事情 然后包括我自己的新歌新鲜皮 我再说一遍我没写我任何的标签 包括且不限于00后大写 小白猪 这种东西 君跟我张开粉个人无关 包括张开粉的场合 君跟我个人无关 这全部都是别人给我贴上的标签好吧 我属于被迫接受 我是被逼无奈之下 选择接受 并不是说我自己给自己贴上的标签 谢谢 希望听到我这句话的人 大家可以记在心里 朋友圈就是我的一个系列 其实说这个系列呢 它的原名叫又是杀死强迫症的一天 这是一个系列 就是我只发八功歌 我永远不发九功歌 而且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远是没了 所有的事情都是要有那么一点遗憾的 而且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强迫症患者 所以我在试图就治愈我自己和大家 也是你可以把它理解 别人跟着风格 谢谢 所以后来这个系列就变成了朋友圈系列 但粉丝说看不懂的时候 你什么想法内心 说的是周际系列 周际系列呢 看不懂 这个就是我跟我的朋友们的一个 这个就是互动的方式 我会分享一些我的灵感 我的想法 然后很有可能他们会成为 日后我的歌词内容 周边产品 单曲 视觉 或者我要即将发生的行为 或者是都有可能 也有的是关于我的一些心情 和我想可能想呼吁的一些事情 或者说我觉得我生活中比较酷的事情 有趣的事情 我会用这样的方式写出来 在以前跟大家见面无聊面的时候呢 我会可能用这样的方式 去跟大家多见见面 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很无聊 然后我就想去尝试一点 新的交互的方式 然后我也就是试过 就是去PK啊 然后联麦啊 拉粉丝上麦啊 然后就是到最终的发现 就是这个主播系列呢 还是就是比较有趣 互动率也比较高 就是对 就是我其实没有什么 很强的目的性 和就是准确的目标 我就是想跟就是同行业里面 优秀的音乐人 一起做一点 符合当下的比较酷的 潮流一点的音乐 然后就是在舞台上 然后每次舞台输出 我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就够了 我接受我在任何一轮的胜利 以及失败 吃糖太好了 你笑啥 三二一开始了 不景不慢 不景不慢 没有腌下去吃饭 吃饭 我妈妈跟你说吃东西 要吃一饱吗 一样 好 来吧 我是陕西的 陕西西安的 西安北交的 西安话是这样说 这里叫这的 我叫我靠靠你嘛 好不好 行不行 我反客为主一下嘛 我跟你说一句西安话 你给我把它翻译过来 对吧 你也是老乡嘛 听好了 安娜是个外国老婆 也是个卖窍的 昨天上午吃了个哼 吞了个哼活 翻译 太长了 反正吞了个杏湖 安娜是什么 卖什么的 失败了 好了我过来呀 赶紧下一步吧 我们就是 给大家翻译一下 就是那个外国老汉 那个外国老爷爷 也是个卖鸟的 昨天在中午的时候 我吃了个杏 但不小心吞了个杏活 好嘞 OK OK 大家好非常开心 能参与这次 短视频的录制 我是谁呢 我是张彦珠 来自陕西新安 今年21岁 毛山丘22岁了 非常开心能来到这个节目 跟人家见面 就这样吧 我很厉害 我要加油 我要努力 越努力 越幸运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 want my tomboy 什么都追求 don't know where 我们的期间不要过 谁都没想到位 23 我的DDR is DDR is